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616集 有了第一份情报 接下来与燕北有关的消息便接二连三地传来 只是一个晚上的时间 萧九安就收到了三批与燕北有关的消息 且一个比一个不利 北城加大了兵力 对燕北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燕北军内部争权更加严峻 萧九安的亲信与不相信萧九安是萧家血脉的人争得你死我活 各种不利于萧九安的流言层出不穷 但不管是幼时被人绑走还是中毒 最终都只有一个结论 那就是萧九安被人调包了 他不是燕北萧家的人 最有力的证据自然是萧九安完全不像萧家人 与萧时庆这个双生妹妹也不像 甚至萧九安的武功路数 带兵方法也与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总而言之 所有的流言都只有一个重心 那就是萧九安不是燕北萧家人 他是一个冒牌户 虽说这些都只是流言 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总有人相信 尤其是那些老人更是越看萧九安 越觉得他不像是燕北萧家人 这些老人大多都是燕北王府的家臣 燕北王府的事他们知道的比旁人多 他们知道燕北王的小世子五岁那年确实是中了毒 据说无药可解 大家都准备办后事了 后来 仙燕北王不知从哪里寻到了一个神医 说是要把人送出去解毒 再之后人就没有回来 直到十年后 萧九安才出现 那时有仙燕北王为萧九安背书 承认了萧九安世子的身份 众人自是不会多想 可现在种种疑点提出来 容不得这些人不多想 而这些老人与燕北王府同生共死数百年 几乎是陪着燕北萧家一起驻扎在燕北 他们对燕北王府忠心耿耿 容不得有人乱了燕北王府的血脉 当年萧九安接管燕北军 清理了一批疑老卖老的不干实事的人 剩下的都是真正忠于燕北王府的人 也是踏实做事的人 这些人在军中颇有势力 也是萧九安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虽不至于因一句流言就对萧九安不利 但起了疑心 自是不会像先前那样维护萧九安 燕北军的中间力量就是这些老人 这些人保持中立 致使军中的斗争越发的激烈 萧九安不需要去燕北 只听安卫传来的消息就知道 再这么下去 不需要北城做什么 燕北军就会被自己人拖垮 回燕北也是迫在眉睫的事 片刻也等不得 但是萧九安知道 皇上绝不会允许他回去 甚至得知他折回燕北 还会私下阻止 他只能悄悄离去 本王要回趟燕北 不能惊动任何人 按照原定的计划 今日他们应该进城 但在出发的前一刻中 萧九安如是对纪云开道 纪云开一正 燕北出事了 北城出兵攻打燕北 燕北内乱 北城出兵攻打燕北 朝廷怎么没有动静 这么大的事 朝廷不可能不知道 哼 这就是朝廷与北城的阴谋 趁他不在燕北挑起内乱 引北城兵马入天气 消耗他在燕北军的势力 不管是皇上还是萧时庆都清楚 一旦北城的兵马攻打燕北 营战的主力必是他的人 这一战打下来 不管输赢都能消耗他的实力 皇上他 纪云开惊的后退数步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皇上他不至于这么蠢吧 这种事也能做 他没有你想的那么蠢 天舞公主最近很安分 南锦昭也与皇上见过面 许是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 萧九安最初也觉得皇上愚蠢至极 但想到在京城的天舞公主和南锦昭 萧九安便明白皇上必有后手 燕北那块地方对天启来说 虽是天启的国土 但从不受天启的管辖 燕北军虽是天启的军队 但同样从不受朝廷管辖 皇上想要收拢燕北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先前一直没有动 是怕把他弄死了 仍旧掌握不了燕北和燕北军 便宜了别人不说 还会给天启带来麻烦 但现在不同了 皇上手上有石庆 他死了 或者能证明他与燕北消架无关 燕北那些老将士兵 定会拥护石庆 而石庆在皇上手上 就等于皇上间接掌控了燕北 与燕北军 至于现在的牺牲 稍稍牺牲一点利益 换来掌控燕北和燕北军 真的很值得 我明白了 季云开点了点头 努力扯出一抹笑 你去吧 经常的事我会盯着 你不用担心 她是燕北王妃 在刺婚的旨意下来的那一刻 她便与萧九安绑在了一起 萧九安全大 她不一定受益 但萧九安要是倒霉 她铁定逃不掉 但我很抱歉 萧九安没想到 季云开会毫不犹豫的印象 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季云开是聪明人 她应该很清楚 独自留在京中代表什么 这是我该做的 季云开依旧在笑 但心里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萧九安明知 把她独自留在京中会有危险 还是选择把她留下 她能如何呢 吵着闹着要萧九安 带她一起回燕北 她做不到 不管是情感还是理智 她都做不出这样的事 她很清楚 哪怕她再吵再闹 萧九安也不会 带她一起回燕北 萧九安一个人 可以悄无声息地赶回燕北 可以不惊动任何人 但带上她就不一样 她在很多时候 就是一个累赘 带上她拖慢行程不说 还有暴露的风险 你且安心 萧九安上前一步 拍了拍季云开的脑袋 只要本王没死 你就不会有事 只要她还活着 她手上还有燕北的兵权 皇上就不敢动 季云开 我知道 哪怕不愿意承认 季云开也明白 萧九安就是她在天启的乙仗 只要萧九安不倒 不管她人在哪里 她在天启就都能横着走 本王不在 你也无需认证 天启待不下去 咱们就去别的地方 在萧石庆倒向皇上的那一刻 萧九安就知道 她不可能继续做她的燕北王 萧石庆那么坚决地倒向皇上 必然是知道了什么 燕北的留言让她明白 萧石庆不仅知道了 手上应该还有证据 她的身份早晚有一天会被拆穿 不过没有关系 不做天启的燕北王 她可以做北城的九王爷 这天下还没有人能让她委屈求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